华为手机如何使用无线传声 大家好 欢迎来到科技熊 之前给大家分享的华为手机无线传声的技巧 好多朋友不知道该如何设置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详细的一个操作步骤 教大家如何通过华为手机以及蓝耳机进行无线传声 该怎么操作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华为手机该如何进行一键传声呢 在这里的话我们需要打开手机的设置选项 打开设置选项以后呢 马上滑动找到声音和震动这个选项 点击 往上滑动 大家会看到有个显像是无线传声 无线传声呢可以连接蓝耳机或者蓝耳香 可以放大声音 我们点击 点击完成以后呢可以看一下它的备注啊 开启以后呢可以将外界的声音从手机呢 传到蓝耳机或者蓝耳香里 放大声音听得会更清晰 建议使用华为蓝耳机或者蓝耳香 然后我们点击右侧的打开 打开完成以后呢需要给咱们手机的话 直接连接一个蓝耳机或者蓝耳香 在这里的话我以连接蓝耳香举例 我们点击去打开个蓝耳音箱 点击X1 确认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连接上蓝耳机 连接香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无线传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蓝耳机或者音箱的 进行无线传声 而且的话你在外边的话也可以听到室内的一些声音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强烈推荐 我们下期直接来分享 给我们下期再见